在招训期间我们不实施休假 每天我们训练的时数是10个小时 含夜间2个小时 那全程合计训练是136个小时 那每一个循环的课程是2到4天 那每一次战术行军的里程数 至少在10公里以上 因应敌情的威胁 为了有效提升后备战力 新智较朝14天试行的验证 我们规划在今年第一到第三季 由三军级后备指挥部 采局部的方式来实施 第一季接训的单位 具有两栋六旅的不三营 两五拐旅的不四营 及两栋三旅炮兵营 空军三连队三营一连 及海军陆战队新训旅的第一营 等五个单位 年度朝迅总共有24个营级一个连 合计15000余人 并于第四季的时候 我们会来检讨整个事情的一个状况 那新智教招自行 我们验证最主要的目的 是为了有效恢复后备军人战斗技能 所以我们调整了教育招集 整个集训训练的一个天数 跟战训的一个强度 那配合训绩的调整 课程上我们增加了编制武器 射击的一个次数 以及弹药数量 及战斗教练的一个时数 以强化招援的射击技能 干部指挥及作战应处的能力 另外考量到训练的一个持续性 在招训期间我们不时时休假 每天我们训练的时数是十个小时 含夜间两个小时 那全程合训训练是136个小时 规划有关于战术行军的部分 它是结合了战斗教练 射击训练跟夜间教练 那夜间教练 它是以编制武器射击为主 还有结合了眼外注营 这整个是一个循环 那每一个循环的课程是2到4天 那每一次战术行军的里程数 至少在10公里以上 另外就是说 有关这一次新智教招的全程的部分 我们教招的塑营 它是结合战术位置的实况 那规划采路营跟射营的方式实施 那所有实情的规划 以多元的方式实施 包括野炊口粮加热式餐盒的部分 都已经有纳入我们相关的一个规划 那同步来验证整个后勤的资源能量 这样的独立 再来吧